日安關心的外交部在七月中旬邀請了藍綠版代表共組訪團出訪美國觀摩共和黨全代會 但是卻有週刊爆料 訪團中國民黨智庫副執行長林濤疑似布滿行程配合民進黨成員調整 失控對外管人員標罵 甚至到了機場還意思勸咎要求外銷人員賠罪 對此林濤也出面回擊所有指控 貼出現聲美國共和黨全代會照片大秀出訪成果 七月中旬外交部共組跨打派訪團邀請藍綠版代表觀摩美國大選 只是其中團員國民黨智庫副執行長林濤卻被爆料 疑似指引不滿行程安排標罵駐外人員 衝突到火線就在參訪行程的最後一天 大天跨打派訪團安排參訪芝加哥市區與購物等軟性行程 待晚間民黨籍的成員有自行安排與台灣僑胞 以及當地政要的採取行程 藍白代表不與會因此決定兵分兩路 只是沒想到林濤一行人卻疑似不滿自己的逛街與晚餐時間 為了配合接駁民進黨團員而被壓縮 過程中既火爆開槍 設置大酸外管人員指揮抱著執政黨大腿 他就表達了 你們是逛得很開心 在過程中全部都配合外交管處的安排 處處忍讓 處處配合 回擊外管人員有言行不妥 自己才會被激怒 只是周刊爆料還沒有完 到了機場林濤海疑似抓著一名年期外交人員前往酒吧 勸酒要求道歉 對方被迫一一回敬 甚至罪到藍營同長團員上前制止緩家 最後這名外交人員上機後還被發現 疑似哭泣到氣不成聲 基層的外交同仁他是希望跟大家密切的溝通 來彌補他展官的失誤 希望這件事情再不要帶回台灣 其實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傻眼 他們自己不願意拚外交 然後為什麼還要這樣質疑 在第一線辛辛苦苦幫忙 大家安排行程 一一駁斥指控當綠營代表卻不買單 代表國家出訪卻被爆出耍官為爭端 就怕台灣形象連帶受到影響 這台北綜合報導 就算了